DK DK 今年是北一的創校60周年 那今年的6月1號是我們的校慶 所以在這邊先代表學校 邀請所有的貴賓跟所有的校民 6月1號一定要回到母校來 一起來見證一下北一的成長跟這邊 特別恭喜我們的 杜元坤理事長 今天算是 已經正式的選出 我們杜元坤理事長是 台北醫學大學校友總會的 總會長 醫師協會成立4年 辦了6次 國際研討會 一屆比一屆熱鬧 一屆比一屆精彩 而且是感應 在我們林校長的帶領之下 衝上世界還不那麼強 最終是我們是一個有感情 有溫度的學校 對不對 2016年應該是我們第一次辦的論壇 當時我還在任內參加 這幾年每一次都辦的 每一次更好 我覺得北醫應該用幾個字可以形容 第一個就是傑出 第二個是人文 因為回歸人性 然後熱情 以及團結 我覺得是一個很難得的機緣 那也希望我們的母校 校英越來越昌隆 在新的一家子更創造更多 愛與榮耀的歷史 今天很高興 能夠在2020年的一開年 那就舉辦了 我們台北醫學大學醫師協會 那這個已經是第六屆 的高峰醫療論壇 那這一次的論壇 非常的精彩 包括從國際尖端醫學 從細胞治療 到實證醫學 跟我們很多作家 的畢業校友 來告訴大家 人生怎麼走不一樣的路 大家可以說是滿載而歸 今年適逢 台北醫學大學60週年慶 那也住台北醫學大學 校運蒼龍 大家都順順利利 來慶祝60週年 今年是北醫創校60週年 期待北醫未來在所有的師生 以及校友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 打造北醫成為 國際一流的醫學大學 北醫的校歌裡面有一句話 就是先學做人方其醫 這句話非常重要 如果各位說能夠有這個感受 演藝的校訓 我想我們的醫療就會非常地順利 非常非常恭喜 這個醫師協會高峰論壇 今年已經是第六次了 那麼每次都有專業 然後呢又有人文 那麼充分顯示出台北醫學大學 醫師協會又堅重學術 又堅重人為本的基本精神 所以呢特別祝福 醫師協會特別祝福 我們這個醫學高峰論壇 那麼永遠盛大成功 歡迎各位 今年一定要回來母校 因為六月 我們癌症中心即將落成啟用 今年年底 我們最先進的指指中心 也即將落成啟用 屆時歡迎各位學長姐 各位校友們 都會來給我們歷領指導 在這個林校長跟所有的老師 以及所有的校友的共同努力之下 現在北醫的士氣 銳不可當 而且呢這個發展越來越好 祝大家持續努力 共創高峰 今天我們舉辦2020 也是母校六十週年一甲子的一個校慶第一次的論壇 這次論壇非常滿圓滿的成功 現場有一百多人都是大家來慶祝這個校慶第一炮的 今天很榮幸可以來這邊當司儀 那也認識很多北醫的大學長姐 然後在演講中覺得收穫很多 也覺得對北醫這個學校很有歸屬感 很希望以後也可以像學長姐一樣 就是為這個學校繼續付出 北醫人才真的是各方面都有 然後也有很多像就是杜院長 他這種奉獻的精神真的很讓人敬佩 天空海中